大家好 这是1971年 银墙县 东方哥公社 范家银大队 汪家三生产队 社员张秀全 的一个 劳动工丰手册 但是这个劳动工丰手册 被张秀全用来记录了他 1971年 全家生活费的开支 现在我们一起看一下 1971年的1月 张秀全全家买大米 21斤 花去人民币 3.34元 这个单价呢 是一块九毛五 送礼花了一元钱 买电池和烟 花了一块二毛钱 买北京南的 这个棉布 花了5.6瓷 花了2.80元 买棉花 2.4斤 花了2.14元 买煤油 1.9斤 花了 0.87元 买紫烟脸条 花了 0.99元 0.99元 剃头 花了 0.25元 1971年 1月 张秀全全家 花掉人民币 花掉人民币 13块6毛2 张秀全家 爱月风 买水烟 花了 4毛7分钱 买盐 6斤 花了1块2毛钱 买东升牌的烟 1斤 花了 0.29元 买黑糖 0.5斤 花了 3毛2分钱 买大米 花了 2.69元 买烟 花了 1条 花了 2毛1分钱 买煤油 1.9斤 花了 0.91元钱 爱月风 张秀全 全家 的开支 7.82元 3月风 花去人民币 6.5亿元 4月风 花去人民币 16.3亿元 5月风 开始比较大 5月风 花去了 18.39元 这里有一个供给来试 62.65元 6月风 花去了 36.07元 8月风 花去了 72.46元 11月风 总计了一下 张秀全 全家 花去了 总计开支 143.46元 那么这里有一个 还有一个总计来试 206.11元 钱 那么我们可以看出来 这个张秀全 全家 在1971年 他总共的开支 是206元 一毛一风 钱 就这个样子 可以看出来 1971年 中国 这个 林墙 农民的 一年的生活费的开支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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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